你記得就是二九跟我講 他叫我 要好 一定要越來越好 是我答應他 所以這個工作 還比較適當 我相信他今天也會希望我們去 正常工作 不然因為他就比較奇怪 余安琪的告別室 29號圓滿落幕 今天余香泉雖然面帶疲憊 依舊打起精神復工 昨天爸媽有去永恆對不對 對 爸媽這樣 大概時間不長 看都會難過 爸媽真的 我們也說是 看都會難過 大概大概 帶小孩子去 大概大概 很容易 那余大哥雅萍姐身體還好嗎 爸爸昨天我幫他叫一個 按摩 紓壓這樣 對 那你怎麼樣 我幫他叫 他也不喜歡去玩 我幫他叫一下 那他血壓有比較正常嗎 這幾天好一點 嗯 大概一百三 就是 就是他年紀來講算正常 前一天 就還不是這樣 就是 一百六百七百八 他現在還是會 以淚洗面之哭 他都會吧 你就是在 就是可能 想到時候 對 尤其是玩笑 特別是玩笑 對 沒有很多人在 對 對 每一個心情都是 是 記得就是二九跟我講 他叫我 要好好的 一定要越來越好 是 我有答應他 所以 工作還是要正常 那你有考慮 譬如說 跟柔柔的結婚進度 加快沖洗嗎 目前真的沒有想到 目前真的沒有想到 是 本來是為了 可能沖個洗啊 什麼 運氣啊 沒有想到 除了 恢復正常工作之外 希望想要陪雅萍姐 你大哥在做一些什麼事情 有空的時間啊 很多 沒有想到 沒有想到 然後 對 我帶來的小孩 我帶來的小孩 也不介意跟姐姐說 是 她現在畢竟還很難過 你好 台北 很高興買Chili 不會很膩 不會很膩 不要嘗我的話 這是我點的 這是我點的 你看這邊看到了 終於 這一個大樓的角色對我 讓我很不開心 不開心 玩那個飛機的 他哥最怕的 他 還有憤怒組在裡面 好的 是 好 有沒有 嗯